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团组织飞行教官 开展多种武器实弹地靶射击训练 有效检验飞行教官的武器全功能使用能力 和实战化代教水平 随着塔台指挥员一声令下 飞行教官驾驶某型教练机快速升空 与其他战机集结成战斗翼对形 飞向目标靶场区域 飞行途中为规避地面雷达搜索 和防空火力打击 战机编队下降高度实施海上超低空飞行 此时的靶场上空出现薄雾 海风突然增大 面对复杂气象天气 飞行教官果断驾驶飞机 快速进入攻击航线 搜索攻击目标进行武器加载 飞行教官迅速调整好飞行姿态 机动到理想攻击位置后 立即锁定把镖按下发射按钮 数枚火箭弹齐射而出 精准命中靶心 最后编队其他战机也依次加入航线 对目标进行攻击 这次的地把训练 我们不仅需要熟练掌握多种航线 在不同角度下使用全武器攻击的技巧 还必须要在规定的扶脚和最佳的开火高度上 精准的命中靶标 这样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回伤效果 这对我们的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战机完成攻击任务返航后 飞行员结合飞餐叛毒和靶场回船数据 复盘每一架次进入俯冲射击退出等动作 地面保障人员迅速进行弹药油料补给 再次出动准备工作完成后 战机再次升空 展开新一轮的对海对地目标攻击 据了解 实弹地把射击训练为期两天 大强度的多型武器综合打击训练 有效检验了飞行教官的快速突防能力 和实战化代轿水平 作为陆军立体突击的重要力量 陆航部队着眼未来作战模式 积极融入联合作战体系 加快新型作战力量建设 日前第74集团军某陆航旅 组织不同战术背景下的实弹射击演练 区分不同机型编队 强化小编队战术协同 突出培养空中指挥员的联合作战思维 加速打造全域作战攻防议体的陆航禁律 战机接到指令后迅速升空 按照编队向射击海域低空突防 这次实弹训练采取三机编队进行战术进攻 与以往相比 需要打击的把镖距离和数量都有所增加 飞行员暴云林执行过数字大项任务 但作为掌机在空中指挥作战还是第一次 平时执行作战任务一般都是两架直升机 三机编队携带的武器种类更多 火力更强 支援能力也更强 对我们指挥员的要求就更高 进入攻击海域后 什么时候使用哪种武器打击哪种目标 这就需要我们空中指挥员对整个战场态势 有更准确的把握和决断 随着指令下达多型机载武器精准命中目标 面对首轮射击完毕后 新的敌情接踵而至 铃鸡空导舵台机 央视动 撤手战斗 暴云林随即作出指挥 与辽机同时进行战术规避 并迅速进行火力反击 成功拔出敌有效火力点 我们直升机火力强 突防能力强 但同样也有劣势 在空中更容易被敌发现锁定 这就需要我们各机 在空中有更好的协同 考虑干扰弹什么时候打 遇到敌追踪型武器 怎么规避等问题 空中的精准协同源于地面的苦练 今年年初 他们就确定了加强飞行员 战术意识培养的目标 各个训练阶段 融入敌情模拟和战术想定 把每一次飞行训练 当成论证战术协同成果的过程 现在的训练模式 我们更加重视 飞行员战术意识的培养 特别是多机种执行任务时 如果我们自己都协同不好 那配处比其他军兵种 就更难实现作战目的 从双机编队到三机编队 再到混合编队 不同的编队论证着 不同的战术协同方法 两个月前 飞行员杨润钦和张艺秋 分别驾驶攻击直升机 与运输直升机 进行空中战术协同飞行 从那时起 他们对不同机型的空中协同 有了不同的认知 刚开始协同时候 运输机总是脱节 后面复盘才发现 我们没有考虑到 运输机满载情况下 机动能力有所下降 前段时间的一次演练中 他们再次进行协同投送 攻击直升机 在完成护航的同时 侦察航线上的敌火力 并予以摧毁 使得运输直升机 精准投送兵力 抵达指定地位 运输直升机的重点 在于投送 载重的不同 很大程度上 制约了我们的机动能力 往往在空中 武装直升机能完成的动作 我们却没法完成 这就需要在空中 武装直升机 能够顾及到我们的行动 这个旅还积极探索 联合条件下的战术应用 与地面防空部队互为条件对抗 与合成部队进行地面引导打击 与空军进行高低空联合防卫 与海军探索远海中继补给 等多军兵种联合训练课题 促使部队作战能力快速跃升 通过强化不同战术背景下的训练 不断研究战术战法 让每名飞行员 适应不同环境下的作战模式 不断提高战术意识 和联合作战思想 加速打造建设一支 全域作战攻防一体的陆航禁令 近年来随着边防后勤保障条件的不断改善 官兵们住进了新营房 吃上了新鲜瓜果蔬菜 就连坐落在喜马拉雅群山之中的 新疆军区曼扎边防连也不例外 如今曼扎边防连建起了温室大棚 雪域高原的营区里瓜果飘香 官兵们吃着新鲜可口的瓜果蔬菜 总忘不了要夸赞一个人 他就是连队的种植员王超 今天领相志就让我们来认识这位 让雪域哨所充满绿意的种菜能手 今天是我连新同志山山后第一次实战射击 由于山上紫关线较为强烈 风沙较大 所以我想摘些这些新鲜的黄瓜 回来犒劳一下他们 现在吃这个特别甜 你上午没有补充水分的话 水分补充的或许不够 吃这个的话 就是比较恢复体力现在的感觉 吃这个咱们自己种植员种的黄瓜 这会儿啥感觉 这个缺席有一点甜 然后吃了这个太舒服了 这是兄弟的梦暖 我们感觉很舒服 能吃到这么新鲜的蔬菜 也特别的暖心 尤其是打完把比较累的时候 特别的舒服 特别的高兴 能让战友们吃得开心 吃得舒心 是王超最大的心愿 写笔从容上高原 大学毕业的王超 被分配到了种植员岗位 可要在高原种蔬菜 难度可想而知 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土质问题 高原上最多的不是土 而是石头 即使有土 里面营养物质也很少 我就借巡逻的机会 看路上哪儿土好 回头过来再筛好 用小堆车拉回去 改善土质值第一步 育苗才是重头戏 育苗的时候 我需要整天整天 待在大棚里 大棚里的温度 将近有40度 被热头昏脑胀的 但是看着这些嫩苗 在我的照顾下 茁壮成长 我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高原的蔬菜大棚里 种什么怎么种 王超请专家翻资料 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 这两个温室 我把它翻成了18块地 这18块地 都是按照从低 到高的顺序来种植 种植之前 我都会画这样一张草图 比方像钢豆 秋葵 黄瓜 哈密瓜 这些高的作物 会利用下面的平坦的地方 种植一些叶子菜 王超这样设计 是充分考虑到了 整个温室大棚 它的受光时间的先后 以及空气流通 温湿度的变化 而特意这样设计的 现在对于王超来说 常规蔬菜种植 已是驾轻就熟 他又给自己 定了一个新的目标 不但要让战友的餐桌 有更多新蔬菜 还要有新鲜水果 再过不久 战友们就能吃上 王超种的西瓜了 我实验出来在高原种西瓜 不能用传统的方式 在西瓜长到拳头大的时候 要把它吊起来长 等长到两个强头大时 再放回到地上 这样西瓜 才能在高原上长大长好 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 吃上菜 吃好菜 水果 蔬菜的多样化 精细化 满足了官兵的口味需要 和营养需求 目前这些办法 在我们全团各个联队 逐步推广